一个初中毕业的农村小伙 被相亲对象各种嫌弃 谁想到十年后 竟能在深圳开上宝马 名下也有三套房产 而且2009年不幸入狱的当晚 派出所里连打来了五通电话 全部都是电影圈内的大佬 纷纷慷慨解囊想要保他出狱 就连公安局局长都不禁纳闷 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小伙子 到底什么来头 这件事还得从2000左右开始说起 小伙花名叫排骨 是个江西农村人 和那个年代大多数农村青年一样 念不上高中的话 不是下地干活 就是进工厂打工 而排骨也不例外 选择了当地的一所浙江富商开办的卫京厂 一个月也不过300来块钱 但日子还算过得清闲 总体而言没有什么压力 拿着固定死工资 也不用像现在年轻人一样靠内卷 但对于刚进社会的排骨来说 即使吃住都在家里 但300块一个月下来也不会剩下多少 于是仅仅是半年之后 排骨选择了成为茫茫身挑大军中的一员 平生第一次坐火车 踏上了异乡的行程 但他第一次来到深圳 迎接他的不是大城市的新气感 而是接连不断的担惊受怕 因为没有赞助症 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被查 而且经常性失业 一年到头下来 甚至还欠下了一千块钱的外债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上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随着排骨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 一个月能够收入600块钱 也算在这座冰冷的钢筋丛林中扎下了根 只是日子一久 正值青春的排骨又有了新的念头 600块的死工资 对于平日里需要抽烟喝酒耍朋友的排骨而言 也不过刚刚收支平衡 真要谈及自己在深圳结婚买房的理想化 那还是遥不可及的 于是在一次与朋友的聚会中 朋友就建议他与自己合伙去干盗版爹生意 现在中国市场对于这个需求大 一定会有大转头 但一向小心谨慎的排骨也泛起了嘀咕 毕竟说到底 盗版爹行业属于灰色产业 终究是犯法的 赚不到什么钱倒不是问题 怕是哪天就被抓进局子了 可对此朋友却不懈道 中国有那么多人做这一行 怎么可能就抓到我们头上来了 边说还一边嘲笑排骨这人胆子小 于是在朋友的怂恿与陪同下 一下子就进了1000块的货 说什么也得大干一场 就这样在2003年的8月1号 这间不过6平米的音像店就顺利开张了 虽然店面不大 但里面的电影种类是相当丰富 上到热门的好莱坞大片 下到小众的欧洲艺术片 可谓是应有尽有 堪称深圳地下的电影资料馆 但为了在庞大的盗版碟市场做出差异化 排骨决定以小众的艺术片为主要卖点 因为在他看来 艺术片市场并非小众 也有相当多的顾客前来搜寻 但他只是给普通的初中毕业生 书也没读过几本 更谈不上受到什么高雅的艺术熏陶了 那以他的文化水平 要怎么分辨一部电影是否为艺术片呢 他的方法与大众一样 只要是看上这部电影前十几分钟 如果看得他昏昏欲睡 且看完之后一头雾水 丝毫不理解电影在讲什么 那么这一定就是一部纯正的艺术片 而且为了能够更好的服务顾客 对艺术电影几乎一窍不通的他 拿着厚厚的电影节书籍 开始在上面查找并翻阅 获得各大电影节奖项的导演及其作品 前来的顾客无不经叹于 这位小小电碟商 竟有如此丰富的电影知识 在他专业且热情的推荐下 也能多买上几张碟 但说起实在话 排骨并不是对这种艺术电影很感兴趣 最直接的理由就是看不懂 相比较伯格曼和费里尼等电影大师 他还是更喜欢看周星驰和赵本山 这些更通俗易懂的作品 他也很喜欢那个年代最火的歌曲 《两只蝴蝶》 不过除了赚钱外 排骨特别享受帮顾客 找到他需要的蝶的过程 尤其是一张特别难找的电影时 找到的那一刻 其兴奋感不亚于中了一张彩票 在当时排骨还有一个封号 名叫中国四大蝶商 简单来说 就是没有排骨找不到的蝶 那个05年互联网 才刚刚进入大众视野 电脑也没普及的年代 找个电影资源 不像现在随便打开个网站 或者上贴吧求个种子那样方便 看电影只能买碟或租碟看 想看一部冷门的电影 往往只是吱吱其名不见其意 对于那些嗷嗷待哺的隐秘而言 都是常有的事 在排骨的描述中 有的顾客少得找个一两年 多的十年二十年也有 其中就有找了二十年的顾客 碰巧在排骨的店铺中 逃到了这张碟 简直高兴得要命 可等排骨过去一看 只是金村昌平的游山解考 这种电影在他这里 并算不上什么稀有物种 虽然态度上表现得云淡风轻 可排骨内心中还是偷偷窃喜 不光如此 因为知道很多顾客来买艺术片 除了看以外便就是收藏 对于那些画质不好 非纯DVD的压缩碟 坚决不卖给顾客 如果有顾客问他这里有没有枪板 他会果断地让顾客去地摊上买 哪怕美国前一天上映 第二天都能给他偷拍过来 而且排骨看人也有他的一套 如果感觉顾客的品味可能不喜欢这张碟 就劝他最好不要浪费这个钱 这样直率且专业知识过硬的排骨 在圈内名声也逐渐越来越大 甚至一些国内导演都亲自上门来讨片 说到这些 排骨脸上也经不住露出自豪的神色 因为在这一时刻 小人物终于有了被人重视的感觉 久而久之 排骨就积累了不少忠实的老客户 在隐秘群体心中也是有口皆碑 他不仅会坐车去给客户送碟 而且还会打电话给顾客做售后回访 即使自己基本上全年无休 只能赚点小钱的他 还是乐在其中 至少在排骨心中 这事件既能碰到月亮 又能捡到六便式的生活了 可他却一直无法触及 像电影中那样理想的爱情 最近女朋友刚和他分手 原因也太过真实 那便是无法提供给女友额外的生活费 这让排骨感到受伤 更可气的是 女朋友分手后不久就找到了一个线人 还大摇大摆地出现他朋友家里 这让排骨心中暗冲冲地下定决心 要找个比他更好的 不久后江西老家的父母打电话给他 让他回去相亲 他们计划今年搞定儿子的婚姻 虽然排骨十分渴望爱情 可对于他这个阶级的人而言 结婚也好 谈恋爱也罢 更多是为了完成家族定下的任务 所以说我们 就是说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包括说 农民出生 也没什么文化 这个城市就包括这个 所以说我们这个城市的人呢 没有什么爱情 而排骨对这一切都看得很清楚 并不像自己口中自嘲的文盲 而更像是平凡生活的创作者 不得已接受一些本不情愿的事情 在父母的安排下 他顺从地与老家的女孩见面 两人聊天许久后 排骨脸上有点失望 女孩漠不关心她的性格和兴趣爱好 全然将话题放在了房车和存款上 更让排骨感到愤怒的是 女孩的父母说她像是个流氓 只是因为染了一头黄发 虽然排骨父母解释了很多次 女孩的爸妈仍然认为排骨 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小憋三 排骨觉得女孩爸妈实在太过封建 完全无法沟通 但她还是留下了女孩的电话号码 回来后排骨和女孩一直保持电话联系 两个月后 光是电话费就花了一千元 但女孩的父母仍然不同意这档婚事 并以排骨家中远房亲戚风停不好 为理由屡次拒绝来排骨 女孩也受到家里人影响 俩人就渐渐地不欢而散了 在与朋友关于此事的交谈中 排骨对爱情有着极为朴素的认识 爱情就是一辈子永远在一起 海枯石烂天荒地老的那种 这就是她对爱情的解释 排骨在爱情上不如意 事业上也有了大危机 这段时间排骨都是心事重重 因为最近文化局调查得太紧 卖碟的小贩生意都受到影响 排骨也听说有一个年纪相仿的男生 为了避开警察 他不小心从楼上摔了下来死了 这件事让排骨的心十分沉重 害怕哪天会变成那人一样的下场 做他们这行其实赚不了多少钱 一年卖得好也就几万块钱 让排骨想不懂的事情 上面那些真正赚钱的批发商没人管 但总有人抓住他们这些 只想混口饭的小贩 排骨并不担心自己会被抓住 唯一担心的是父母年纪大了无法接受 他记得前段时间上海电影节上 德国电影四节之一的世龙多夫 这样一句话 盗版应该也要有生存空间 听完排骨后很是感动 兴奋地要把他的海报 张贴在店铺最显眼的地方 全当给自己加油助威了 他并不是不想买正版 他的梦想之一 就是成为一家正版的电影片商 只是正版真的无法让 像他这样的小商贩和普通大众消费的气 不光是从价格层面来说 盗版要有性价比 而且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说 盗版让更多的人 看到了更多更有价值的作品 恰如普罗米修斯偷到圣火 照亮观众眼前的黑暗 给予他们于炙热的光芒 有时候前来的顾客 时常会惊叹于排骨对电影辛辣的点评 纷纷劝他改行去做影评员 但他却害羞似的连连摇头 自嘲的觉得自己字都认不全 还学人家当影评员 自己不是吃那一行的饭 还是安心的当他盗版小贩罢了 我们都认识 265多美 你上面认识 你这边是自己的 这个场景 上年人没这么好看 随着生意越来越难做 排骨的荷包也愈发变薄 不知怎么当 这段时间经常一单开不出来 无事可做的排骨 有时在店里等顾客 一等就是一整天 那也等不到一位 这让排骨也开始着急起来 无奈之下 他决定赌马碰运气 然而大多数时候 总是输得多 赢得少 每次都会在输前之后 后悔当时下注的决定 后来为了转运 他学起了同行中 干的最好又最酷的装扮 直到纹身会怕疼 就找了个老板娘 帮他打了耳洞 两个月后 导演再次联系上排骨 麦迭之前的楼已经拆了 听说要在那里盖个大商场 带着极其复杂的心 导演和排骨专门回去看了一趟 原来的小店已经被拆掉了 只剩下一片废墟 箱子周围的行人 捂着嘴和鼻子快速走过 只有排骨站在原地 表情充满了孤独 小店拆了之后 他只能拿着盗版碟 去天桥上卖 俗称走鬼 不仅生意不好 还要时刻警惕警察 随时准备拎包袍 行人一脸冷漠匆匆而过 只剩下冷风中的排骨一脸迷茫 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直到2009年 深圳公安将排骨逮捕入狱 当天晚上 看守所的领导接到了五个私人电话 他们一口同声地说 要为那个卖碟小贩做担保人 这也算作排骨在业内奋斗多年 积攒下来的好人员 出狱之后 排骨开始考虑另谋生计 2010年排骨彻底 从卖碟圈销声匿迹了 随之不见的 还有许许多多的卖碟人 他们成为那个草莽发展年代 特殊的时代痕迹 到了2016年 当广州日报的记者 再次见到排骨时 已经看不到他曾经的影子 如今他做着服装生意 在深圳落了户 买了三套房子 开着宝马车 生活与过去已经迥然不同 不光是日子肉眼可见的变得富足 为人也与身材一样变得更为圆滑 昔日那个与朋友侃侃而谈 爱情真理的大男孩 已然成为一个成熟稳重的大老板 看电影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平凡了 但还是尽量 不禁唏嘘感慨这么多年巨大的变化 在与记者的采访中 排骨也向大众透露 与高明导演后续的合作 他们有一个人生三部曲计划 分别是排骨 五花 老腊肠 分别对应了排骨的青年时期 中年时期 还有老年时期 现如今五花已经拍摄完成 进入了后期制作阶段 至于老腊肠是否能顺利完成 排骨与导演打趣地说 那得看他们能否活到那个岁数 或许我们在看完视频后 会羡慕排骨的人生是成功的 他的确实现了从底层 向城市中产阶级的跨越 享受着当下的美满人生 在他身上不只能看到一个小人物 曲折坎坷的奋斗时 更能映射出那个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大量村镇人口向周边一线城市 大规模务工迁移的过程 这种情况在当下依然还在进行着 每个年龄层的人 或多或少都能从这部纪录片中 看到过去 当下乃至未来的影子 年轻的时候总渴望梦想中的月亮 但日子的魔力 曾经的棱角也愈发光亮圆滑 不得不低下头捡起地上的六便士 二者都能兼得的情况 终究只是少数人的特权 当我们站在现如今的高点时 能否在回忆起年轻时 许下的各种理想与海事山盟 人生亦如白居过系 浮生如梦 回眼望去 皆是沧海一宿